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莫无忌估计 这四个女子是听外面唱名的弟子说过 所以才知道她 兰欧盯着莫无忌笑吟吟的说 我是望穿道宗的兰欧 你叫我兰师姐就好了 你是一个人才 听说你仅仅用了几天时间 就像废墟一般的天凡宗布置成了这般模样 迎宾不奢华 但却让人觉得满意 还能说好多礼 你很厉害的 接着又有人走过来笑吟吟附和一句 说这地方确实稀松平常 外头的护震他们抬手就能破去 那些仙琴仙悦更是不知一提 脚下这个金色地毯那就是个垃圾 偏偏这些低级的东西组合起来倒是让人眼前一亮 这还就算了 还偏偏能让别人心甘情愿都会送出礼物来 的确是个人才 不过他们几个很穷 倒是没礼物给他 墨无忌听得是心头活气 他岂能不知这些人要说什么 不过他仍旧是淡淡的说 四位来自顶级大宗门 如果我也有幸能和四位出身一样的话 我出去住宿和购买东西 连神经都不需要出呢 蓝欧似乎完全没听出墨无忌话中的讥讽 仍旧是不紧不慢的说 如果你愿意 你可以加入我们宗门哪 你资质看起来不如何 倒是有些能力 我倒是能保你成为一个外门弟子 资质不出众 并不是不能再进一步 我望穿道宗 也有很多资质不出众的 最后 还是可以跨入天神境界 墨无忌平静地说 多谢好意 我有资质之名 能进入天凡宗已是我莫大的运气 至于贵宗 我不敢收 苏霞 带客人去银兵店 如果不是怕给天凡宗拉仇恨 墨无忌绝对会出言计讽几句 但是墨无忌很清楚 他还真不能得罪这四个女人 得罪任何一个都会给天凡宗带来莫大的灾难 是 苏霞赶紧应了一声 然后对四名女子说 几位师姐 请跟随我来吧 哼 不识抬举 我师姐允许你加入望穿道宗的外门弟子 是你的机缘 你居然还矫情 我望穿道宗是这么好进去的吗 你知道以你的资质 这一辈子也无法跨入天神境吗 身穿红衣的女子力声喝道 语气中的优越感几乎要冲破天境 墨无忌周身领域晦暗 明显是资质很差 这任何人都能看出来 但墨无忌仍旧保持平和的说 我知道几位师姐是天神强者 我甚至连御神也不一定进得去 好在我随语而安 倒也不是特别在意 我们现在也不是天神境 不过我们很快就会全部冲进天神境界 红衣女子说话的时候 脸色居然微微一红 他倒不认为墨无忌看出了他们几个的境界 故意讥讽他们 他们四个人修为最低的是他 羽神八层 其余三个都是羽神九层 墨无忌就是进入了羽神 充其量不过是初期 一个初期的羽神想看出他们三个的实力 那就是痴人说梦 墨无忌面上露出惊讶之色 并没有再开口 可他不开口 比说一万句话的杀伤力还强 兰欧则是微微一笑 拉着红衣女子的手说 算了 皇二 我们先进去 说完之后 他又看着墨无忌说 皇二师妹说话 虽然不中听 其实你不妨多想想其中的道理 还有 我们还会再见的 一边的宿霞见状 赶紧在前面引落 准备将四名女子带入宾客店之中 以这几人的修为 是没资格进入宾客店的 只是因为他们来自最顶级的宗门 如果不将他们安排到宾客店 说不得会真引发大宗门的不满 离开墨无忌之后 身穿红衣的边皇二传音问道 师姐 这人灵运不险 显然是一个垃圾资质 你要他去我望川道宗做外门弟子干什么 我望川道宗在整个神域也是顶级宗门 各种资源 更是几乎被废掉的天凡宗不能相比 但上次 我望川道宗举行宗门大典 那个安排和布置你见到了吗 实在是我们望川道宗的名头不能相符 这个墨无忌手中只有几十个人 还没什么资源 居然能在短短几天之内就安排出这种场面 可见此人是一个迎宾高手 这种人我望川道宗肯定是需要的 这涉及到宗门的脸面 那墨无忌居然不是台阵 师姐直接问庞杰要人 他难道还敢不给不成 皇二 不可瞎说 庞吉前辈 无论如何也是神王强者 神王强者的尊严 绝不允许你这样说话 下次记得 不可再说这种话 我望川道宗还有两个神王呢 太上还是神王后妻 神王又怎么了 皇二 我们的修为和庞宗主相差十万八千里 能来宾客殿 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实力 而是因为宗门的实力 所以就算是要墨无忌 我也不能现在提出来 我现在提出来 等于打天凡宗的脸 以墨无忌这种能力 天凡宗将来去神域朝孵化处的时候 他肯定要去的 到时候 我望川道宗的宗主 向庞吉神王提出来 将墨无忌交给我们宗 我们补偿一些东西 不丢了天凡宗的面子就可以了 墨无忌实在是不明白 为什么望川道宗的蓝鸥一定要盯着他 好在那个女人并没有纠缠下去 现在那个女人进了宾客殿 已经和他再无关系 迎宾结束之后 墨无忌的工作也算是告一段落 这宴席的事情 墨无忌已经安排好了 不需要他来出手 至于接待宾客的事情 那是庞杰祖师和宗门的长老亲自作陪 他现在只需要一边策划一下 有什么问题再出来解决就行了 几天下来 天凡宗重新开宗的典礼和观礼总算是结束 尽管天凡宗人很少 但因为墨无忌的安排 总算是没出太大的问题 至少在口碑上还是挺不错的 部分宾客离去 天凡宗的宗主施宿 开始在天凡广场上招收新的弟子 墨无忌是外事店店主 招收弟子的事情与他无关 就在他准备回去继续修炼的时候 庞杰祖师却亲自将他叫了过去 吴近 你先坐下 这次你的营兵做得非常好 就算换成我也无法比你做得更好了 特别是在对待望川道宗 九眼神宗和西悦神宗三个宗门的 几个低级弟子上 你没有出任何错 我没看错你 你除了灵物能力朝向 还有非凡的能力啊 墨无忌移到庞杰的洞府 庞杰就让墨无忌坐下 这都是庞祖师的威望 这才让众多宗门强者来我天凡宗观礼 唉 你负责迎兵 你也看见了 来的宾客里除了神河谷长老之外 几乎没有大宗门过来的 那几个大宗门的弟子 不过是偶尔经过 过来看热闹 神王也指来了为正神王 为正神王是散秀 他和我天凡宗 本就有极甚怨远 无忌 你可知这是为什么 弟子不知 墨无忌不知道庞杰为何要和他说这些 按理说他这么一个资质寻常的弟子 是没资格和庞杰祖师这样面对面商谈事情的 因为当年抢夺我天凡宗的 除了神河谷和几个偏远的顶级宗门 几乎大宗门都来了 若不是神域有规定 神王不得互相暗算动手 说不定已经有人来暗算我了 庞杰没有再说 而是看着墨无忌转变了话题 我想帮你寻个师父 就是为正神王 为正神王神童广大 还是神王中其 如果你愿意拜为正神王为师 我会想尽一切办法 帮你净化灵根 墨无忌一听要为自己找师父 他赶紧站起来攻身失礼 多谢师祖 我资质虽然平平 但修炼速度还可以 而且我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功法了 所以不打算拜师 庞杰愣了 他没想到墨无忌竟然会拒绝 按理说这等好事 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拒绝的 可在想到之前 苦菜也拒绝了拜他为师 庞杰不由有些嘴角苦涩 难道现在神王都这么没吸引力了吗 好在庞杰秉性温和 并没有在意墨无忌的拒绝 而是叹道 无忌 我知道你自止不行 我之所以看好你 是因为你有很好的感染力和管理能力 你的修为最低 资质最差 但却能带着一种师兄师姐 将这迎兵工作做好 事实上 我成就身亡之后 天凡宗照守几个顶级天才 并非没有可能 但我天凡宗 还需要一个灵头弟子 如果你的灵根资质可以净化 那你作为我天凡宗带头弟子 那是最适合不过 还有 这次神域朝复化 我是打算 让你来带队 带我天凡宗新入门的弟子前往 莫无忌一边心中暗叹 庞杰这神王的好脾气 一边站起来 共神失礼 师祖 我莫无忌既是天凡宗的弟子 就必定会为天凡宗尽礼 至于我灵根净化的事情 如果有机会 我自会在孵化的神域朝之内寻找 见莫无忌与其坚定 庞杰也只好说 既然如此 你先回去修炼吧 修炼资源 可问会与长老灵群 等宗门建好之后 你可自行选择一个山峰 不朽凡人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